欢迎回来独裁,令你有钱的地方 近日美股的科技股一直维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平上 而上星期终于迎来了一波非常大的回调 大部分领头的龙头科技股或 AI 的概念股 我们多意见到它回调的幅度去到 10% 至 20% 不等 而这件事都令到本身杠杆做多或一米做多的人 迎来了一波非常显著的损失 这就是为何Acenter 近一个月的直播都不断叫大家 如果你手上还持有科技股的话,必须要减持一部分 否则当市场迎来调整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难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进行减持 但你说是否去到这一刻我们就绝对不可以参与市场呢? 当然不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无论什么市场,什么时间都好 其实永远都会有一些赚钱的机会存在在里面 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如何一路控制风险 同时间又可以多拿多少钱走 当然,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全仓做多 然后全部一米都持有科技股呢? 这个其实是当然不行的了 原因就是,如果当我们看回美股的巴菲特指数 一个非常著名的热度指标 它就是透过衡量股市的总市值和GDP的比值 去决定到底市场是否属于一个高股的水平 按巴菲特的逻辑来说,如果超过120% 就表示股市已经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水平 但是在现在2024年7月,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指数是去到惊人的180% 而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十分之小心而且谨慎地进行投资 否则的话,有机会我们就会永远沉沦在这个股海里面 好,说了这么多这些东西之后 其实我们如果想参与又想赚钱的话,应该如何去做呢? 主要有几个不同的范畴需要我们一一注意 第一,我们一定要明白资金的流动必然会在减息之前和减息期间发生 换言之,就是你会见到有一部分的资金 会由本身已经高股的科技股,逐步流去价值股,高息股和受低股的市场 所以在我们逐步在减仓科技股的同时 我们都应该尝试将资金的一部分 可能撥去一些你觉得长远有价值的消费品 例如说是什么呢? 例如说麦当劳,好安可乐,公用事业 甚至乎如果你说你比较偏向进供应的话 参与一些可能房产基金类别的投资 去迫资金会重新流入高股息基金内 都非常不可 但大家可以见到,其实这件事的底层逻辑 就是在市场慢慢调整,热度开始减低时 我们一定要将这部分资金转移到一些 不会太受市场景气所影响的股票 这是第一个操作 第二个操作就是,如果你非常畏惧风险 但又不想在这段时间一元也占不到 你也可以考虑将科技股流出的部分资金 搬去投资中短型债券上 原因就是,在现在这么波动的环境 其实一些先进发展国家的国债 特别是美国国债这类型的债券 它都可以维持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守力 令到就算市场突然间迎来黑天螺 迎来暴跌也好 它都可以为你生产出一定程度的债息 而这样的话,就算你不敢投资股票 就算你有很多现金在手 也不想浪费它也好 你也可以在这段休息的时间 或者等待一个更好投资机会出现的时间 就可以透过债券拿到一些利息回报 到时候,当整个市场调整得七七八八 你发现大部分人都不再买股票的时候 你就可以将债券生产出来的利息 连同卖债券的钱拿去 进行一些重新入场科技股的操作 第三点,如果你是一个极之擅长分析市场 而且长时间都浸入市场内的人 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些避险策略操作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TQQQ和SQQ 前者是三倍做多纳子,后者是三倍做空纳子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定程度的避险 你可以将你投资总资金的大约2%至3% 拿去做半年之内的价外期权操作 据个例,例如SQQQ 因为如果市场跌得越厉害,SQQQ的升值就越大 所以如果你将你其中2-3%的资金 拿去做一些大约半年或以内的价外call 好处是什么呢? 普遍情况下,如果你的证固继续升,经济依然好 那笔钱就会不断耗损,你可以当成一笔保险费 如果有意外,可以给到很高额的回报 但没有的话,你给完就没有了 当然,你会不会就买完半年内到期的一张价外期权 其实是不会的 一个比较好的操作就是在过期前一个多月 即30天以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将它转移到一些 可能迟2-3个月到期的新的价外期权 你的好处就是 虽然它不断有时间值的候选 但你每次候选剩下的那些 都可以继续搬到下一个到期点的期权 然后再进行一个保险型的操作 这个策略其实是由一个非常著名的人所提出的 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黑天来这个名词 而这个战术就是由提出黑天来策略那位仁兄所提出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市场未来充满风险,充满波动 你很想在一度参与市场的同时 都确保自己不会遭遇到巨额损失的话 你再考虑将你池倉中的大约2-3% 拿去做这些避险操作 然后不断在它快到期的时候推迟一步 当然,说到这里后可能你会说 不是啊,阿胜,你还没说什么是奇权 什么是避险操作,这些是什么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我再一次说就是 如果你不明白的话 我建议你很认真地自己去研究一下 到底这件事是什么才去参与操作 如果不是的话,就算你跟着阿胜说 可能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反而得不诚实是比不做这些操作 输得更多钱 以上三样东西就是 有关现在美股面流媒调 我们怎样可以一路赚钱 一度防范风险最好的三个战术 如果你觉得今天说的有用的话 都记得Subscribe一下 然后下次同样时间再独裁和你见面 说下钱的问题,拜拜!